你們知道讓房子變高級的關鍵是什麼嗎? 我告訴你們是開關 你們可以看到我在梁的下面都黏著這個灰燼 有這個灰燼它的空間感就會變得很大 然後梁的壓迫感就會完全不見 每個人買房子一定都是把所有的錢 砸進去房子裡面 裝潢的錢一定都只剩下一點點 我也是這樣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如何跟社醫師我們用最少最少最少的預算 裝潢的有點微高級感 我們現在就開始來帶大家參觀 開始 首先先給大家看一下我們家的公共區域 就是客廳 還有我的書桌 這個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 那我們現在首先先從玄關開始 這邊是我們家的玄關 玄關啊你們可以看一下這邊 很正常的玄關就是放純箭筒啊 然後我老婆是民宿專家啦 就是你的 他在這邊就是會放這麼巨寶 然後我們拿水晶那後面我們這邊會放我們平常噴的香水 那這邊就是放墨鏡啊鑰匙 跟一堆口罩 而且你口罩顏色很多 其實現在你知道可以搭配用 然後這個很特別 這是一個穿鞋椅 那他下面這個地方就是放室內拓用的 就是大家朋友來玩啊可以放室內拓用 啊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也是我一開始看不懂的地方 你們可以看一下就是這一塊花磚各位 這個花磚一開始之後我根本看不懂 問我所有的朋友啊男生都覺得這一塊很醜 女生都覺得很美 不過我現在看起來我覺得他很漂亮 那為什麼要設計花磚呢 人家說花磚是洛成君 你鞋子才進來的時候 因為是磁磚嘛 所以他就會比較好清理 你們都知道客廳如果有餐桌會發生什麼事情嘛 就是他一定會變成雜物座 為了避免這件事情 我跟老婆做了一個約定就是 我們回來不管什麼東西都不可以丟在這個桌上 因為我們上一個家就是 這邊堆滿了衣服差不多這麼高 就覺得不行 所以我老婆就很堅持在這一次的裝潢 做很多很多很多的出入空間 那就是這個 我們家的櫃子都是這種 就很像大理石的櫃子 但其實這不是大理石 這個是寶版 那這裡面是什麼勒 一堆雜物 我們接下來可以看這裡 這個區域 這個東西 除了你們看到的時鐘以外 這個東西很特別喔 它是Hungry的窩 Hungry是什麼 就是我的狗 天日你不要跑 這個空間看起來 可能一般人的狗也會覺得 喔其實這樣就好像夠了 但其實沒有 因為它真的真的很靠洞 所以讓你們看 我們不在家的時候啊 我們是會把它整個這樣拉出來 它的空間就會變成大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面牆 這面牆是我花的最多最多錢的地方 因為之前我的家裡用的是文化石 磚頭那個東西叫文化石 所以我們決定這一次啊 一定要用真正的大理石來做 這一個大理石它叫做 它的名字很酷 叫米飯骨龜 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但是你知道我煩的是什麼嗎 就是我是先買個大理石 才知道我擁有櫃子的寶板那個材質 簡單來說 如果今天 我把這個也用成那個寶板 欸其實可以省很多錢耶 所以 如果你們今天喜歡大理石的紋路 但你的預算有件 我跟你講 拜託 用那個寶板就好 其實不用真的買到這個大理石 我覺得這樣是太浪費錢 我會買這間房子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沒有前陽台 就是客廳啊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落地窗 平常落地窗啊不是都是用窗簾嗎 就是設計師推薦我們用百葉窗 欸其實百葉窗是真的控制不壞耶 就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高級感 建制啊 但是就是它這個也可以整個收起來 然後平常放下來這樣 我覺得早上陽光灑進來是很舒服 而且百葉窗我告訴你 自己燒 所以如果你們想省錢的話 你可以客廳直接用這個 自己說 省喔 所以百葉窗真的是不錯啦 我們家的木地板啊 都是超難膜木地板 收編啊用的是這個收編條 現在木地板好像有兩種收編方式 一種是用水利控 一種是用收編條 跟大家講一個秘密 收編條沒有比較貴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收編條 所以看你們自己囉 水利控好像是久了 它會浮出來 那收編條是不會有這個問題 而且收編條 它是可以有售後服務 它就是如果它跑掉 它是可以來幫你充電的 你們知道讓房子變高級的關鍵是什麼嗎 我告訴你們是開關的 你們一定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是開關 因為我在裝潢的期間啊 其實我很不要臉 我一直去看各式各樣豪宅的樣品屋 我發現有一個共通點 他們的開關選用的全部都是同一個牌子 是什麼牌子 獻給你們看 就是這個 Panasonic的開關 這不是業配 因為我也沒夠隔他們的業配 靠腰 你看它這個關掉以後 還有它這個開關的手感 超爽的 只要你的燈關掉 它都有這個燈會亮起來 就是你晚上的時候不會找不到燈在哪裡 而且你們有印象嗎 飯店都是用這個耶 就是飯店的床頭旁邊不是都是用這個嗎 所以我就篤定了 對 我就是全部都要換成這個開關 我們家 最大的缺點 就是它在公共空間跟房間裡面啊 它隔了一根很大的很涼 而且很粗 因為我們是超高大樓 所以它那個涼就是一定會特別大 就是這一根 就是這一根超大涼 一樣嘛 我們要節省我們的預算 所以我並沒有多餘的錢去包涼 結果我在樣品屋的裝潢裡面 看到一招超屌的 就是這個 你們可以看到我在涼的下面 都黏著這個灰燼 有這個灰燼啊 它的空間感就會變得很大 然後涼的壓迫感就會完全不見 所以如果你想要省裝潢錢 我跟你說 灰燼真的是非常不錯 就是你看 我們走到這個涼下面的時候啊 你不會覺得這裡很壓迫 反而會因為鏡子這樣反射 會覺得空間感很大 尤其是從這邊你看 這邊反射去客廳的時候 靠超大 感覺很像空間變兩倍的感覺 好棒喔 這個設計真的是讚 都是從那個很貴的豪宅學來的 如果你們裝潢不知道怎麼辦 跟你說真的要去看豪宅 看看不用錢 看完就知道怎麼裝潢了 我現在要帶大家看一下 就是女生最愛 也就是我老婆這次 她很堅持一定要有的更衣室 大家一定都會想要有一間自己的更衣室 我們的更衣室是做滑門 就是我把其中一髮改成更衣室 一定覺得很夢幻對不對 來我們打開看一下裡面 亂到不行啦 我的天啊 我跟你說啦 人齁 生活跟現實根本完全不一樣 你住進來你以為你會很認真整理 可是因為我們搬進來 我跟我老婆都是設計師 我們真的很忙 所以 老實說我們就是沒有很認真整理 我們一定會把它整理起來 但可能 不知道什麼時候啦 這個更衣室 但是我以為他設計有問題 因為你看喔 這是椅架 然後 這是要掛個蛋喔 他給我的說法 我後來竟然接受了 但我覺得他說蠻有道理的 因為他說現在的衣服刀份都是長版的 所以你掛上去的時候 他比較不會去折到下面 欸我覺得蠻有道理的 因為你看我普通的長袖襯衫 就是都已經會有點快要碰到地板 那你看這些比較長的就是 就是他就是不會用到 那所以那個那麼高的地方要怎麼掛 就是我們有去買這個 IKEA的這個 好啦 沾上去就OK啦 這邊有幾個蠻實用的功能 有一些實用 有一些我覺得很廢 我覺得最酷的就是這個 這個 他拉開是 就是那個 燙衣服的 這個我覺得 還不錯啦 雖然現在都用掛燙機 可是有時候掛燙機 如果燙不了的話 我就會把這個 拿出來用一下 這個我確實有待用 我們都知道更衣是要搭配對不對 那要怎麼搭配 我們也不可能說衣服穿一穿 然後就走出去前面的灰燼 其實我們更衣室有一個小重點 我們的門關起來以後啊 我們把這個門後面做一個全部的很大的鏡子啦 所以平常就可以在這邊就是穿大的 穿一下這樣 這個鏡子我很喜歡 我老婆也很喜歡 掰掰 接下來就是主臥房啦 那這邊就是我們的主臥室啦 主臥室沒有到特大 不過我們的床是虧Size的 我就會放下去 它的走道空間都還算蠻夠的 床頭燈 我看很多飯店就是有這個 所以我就會硬裝這個閱讀燈 其實平常根本沒什麼在用 這個都是拿來鬧我老婆的 就是拿這個這樣射它 有沒有很像飯店 有沒有 我就是覺得飯店都有這個啊 飯店不是就是這邊一大堆就是這種面板 那接下來給你們看這個 這個其實男生看比較無感啊 就是這個鏡子 這是我老婆的化妝鏡 那它褲在哪裡 很像明星的那種化妝鏡 就是它可以這樣 打燈打燈 看起來很漂亮 就是這樣子化妝好像還不錯 心情很好 妳是不是很喜歡這個 對我就是想要當女年輕 裝了這個燈以後 我們忽然想到 靠腰那它化妝品要放 因為總不可能一直丟在這裡 欸那陶寫那是一隻巧思欸 就是它讓它的化妝品都丟在這邊 一樣是收納的在面 對是收納 啊但收納就是這樣的 那個納就是很醜 就是沒差啦 就是走進去就好 蓋子妝 對我來說收納就是 丟進去無所謂啦 就是都可以 所以這個鏡子 我覺得應該是很多女生會喜歡的地方 接下來就是我們主臥的衛浴啦 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不正常的衛浴 可是我們這個很寬 我們這個很寬 所以其實平常 我們是可以兩個人 在這邊一起刷牙的 然後這邊就是 因為等一下泡澡 它這個淡心浴缸很大 可以整個人搓進去的那種 這個浴缸我很喜歡 我覺得還蠻高級的 這個鏡子當然我覺得還不錯 它尬的馬桶除了米子以外 你看了嗎 它走到這邊 它會自己掀起來 這個很爽耶 就是有這個以後 就再也不會被罵了 全部的地方都介紹完了 結果我後來發現 有一個地方忘記介紹 就是鞋櫃 我本人是一個球鞋控 所以我們大概有100多雙鞋子吧 那所以我們需要一個很大的鬆納空間 那這個就是我放鞋子的地方 那這個鞋子的開法 它就是用抽的抽出來 我抽出來給你們看一下 它的抽法就是這樣 很大齁 這看起來超爽的 因為現在這裡面超滿 那這個啊 平常我們在找鞋子也好找啦 就是都把它放進去就好 啊因為它有成板 所以高筒的鞋子也不用擔心 你就是把它抽起來 高筒就放進去 那它這個都有做過這種款抽 所以 而且它其實很好啦 它其實很好啦 那你看這邊也是可以直接 這樣子抽出來 選鞋子很過癮喔 把它填滿其實很爽喔 未來的目標是想要 深色一個 淺色一個 然後 Nike Naridus 全部都把它分開 超爽的啦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 男人的夢想耶 不過要把它填滿也是很貴的 那我們家就全部開箱完畢啦 這就是我最喜歡的巨無霸鞋櫃 整個家裡最喜歡的地方 好 好 好 很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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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